这个经典模式吧 难度和灾难啊 难度选择这个中枕胖子吧 看看能不能被救走吧 很久没有玩过了啊 就算世界末日来了 也要跟上世界的步伐 海盗最近不玩 儿子啊 先把儿子给救出来 拿个收音机 救儿子 一个收音机 核弹要爆炸了 快点啊 收音机 然后手电筒 儿子 儿子 斧头 这个斧头跟枪 能不能拿了 能不能拿 女儿 女儿去拿出来 女儿拿了之后 拿一张地图 快点 还有老婆 老婆人呢 老婆人不见了吗 老婆在这里 老婆 这个防毒面具 防毒面具 还有这个杀虫计 杀虫计 书本呢 书本不知道在哪里啊 书本 这边只有一个棋盘 一把枪 哪里有书本 没有书本吗 快快快 书本 书本没剪啊 快快快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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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斧子 哎 可以 一分钟嘛 一分钟 汤 汤可以储存 长达 737年 第一天 好 书本 我已经捡到了 我们有 三瓶水 四瓶 食物罐头 哦 梦幻开局 这把绝对通关 这把绝对通关 跟你们说 绝对可以 这个 幸福的一家人 在核弹爆炸的时候 跳进了一个避难所啊 这是我们所有的资源 我们要坚持到别人过来救我们 看一下 第一天 第一天我们就直接度过吧 第一天直接度过 过到第二天 看我们的爸爸已经长满了胡 胡渣子啊 每天都要刮胡子 跟我一样 我也是 我要是一天不刮胡子的话 胡须我就 出来了 我十天不刮胡子 我尼玛金毛狮王啊 我 这个邻居都叫我 大胡子郭郭 大胡子郭郭 波洛丽丝 女儿 老婆 儿子 这是老爸 看看他们几个人的状态啊 我们点一下书包 点一下书包 明天准备出于探险 我们发誓那里 没有大水坑 现在出了一个水坑 要把我们淹了 我们只能三保一 保物资 地图 收音机 如果没有收音机的话 我们联系不到军队 如果没有地图的话 我们不能点地图 那点地图出去摸索物资 地图的话可以修 所以说呢 我们就保收音机吧 保一个收音机好了 第三天 再看一下三个人状态 口特别渴 哎呀 老婆渴的 我给你喝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你吸一下我的钉钉 我喝一下你的咪咪 这个儿子跟女儿 儿子就不管了吧 先派我们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的儿子先出去啊 但是先出去的话 这个空气都有毒 因为刚刚核爆炸 所以说有核子沉 派儿子出去 吸一点核子沉回来 过一天 第四天 儿子不在的时候 我们再偷偷多一口水喝 有三瓶水 多一口 多一口 我们这一想 除了汤罐头还能吃什么 突然敲门声 打断了我们的思绪 原来是一群幸存者 看起来还蛮惨的 他们只想要水或者食物 给他们一罐食物罐头吧 给他们一罐食物罐头 虽然我们也不多了 第五天 希望儿子能早点回来 给我们带点物资回来 带点吃的喝的 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洗澡了 我们用杀虫剂 给自己喷一喷吧 用杀虫剂给自己喷一喷 第六天 杀虫剂终于派上用场了 杀虫剂的味道 可能比我们的体味好闻 杀虫剂它有什么用呢 就比如说啊 就比如说 如果有一天 我进了监狱 进了监狱之后呢 我就带很多杀虫剂 然后喷到我屁眼里面去 然后如果有犯人强奸我 他就会吊发 吊发身亡 吊发身亡而死 这没办法 那是什么 一只小猫 老鼠通常比猫小 怎么有两条尾巴 把他砍死 把他砍死 第七天 我们活了七天了 口渴饥饿 口渴饿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很难示弃高昂 希望整个混乱很快结束 再过一天 我们弹幕抽奖还有两分钟 只要发一条弹幕 就可以进行我们的这个抽奖了 然后一百万元人民币到你家呀 看看儿子给我们带回来什么 儿子肚子比较饿 这个儿子给我们带回来两瓶水 哇擦你个废物 这给我们带回来两瓶水 我们再派我们的老婆出去吧 再派老婆出去 看一看收音机 谢谢 第九天 饥饿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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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多少食物了 只有两瓶食物不能再吃了 派老婆出去搜索一下物资 这儿子真是个废物 谢夜未央送了零光棒 我们这一家人都要活下去呀 看看今天发生了什么 在地下很难记下时间分不清白天或黑夜 用一下医疗包不然我们会发疯 第十一天 我们的儿子状态特别的好 口渴口渴脱水 就这样的话呢 我们依然喝一点水吧 我们正在欣赏放射性的景观 看到一个女子穿着一个霍烂的迷彩服 她有一把不怎么样的步枪 但是她礼貌的向我们打招呼 她声称自己是一个猎人在追捕一只突变的大蜘蛛 用光了所有的子弹 如果我们正会帮她 她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报答我们 但是没有子弹给她 所以说就不能理她了 第十二天 我们的儿子还是很饿 儿子还是饥饿的 全副武装刻谋杀 谋杀过活的人 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了解楦少 还是了解更多比较好 听一下收音机 看看我们的外界是什么情况 老婆回来了 看看老婆带回来什么 老婆带回来两瓶水 一个医疗包 但是没有东西啊 没有带回来吃的呀 没有带回来吃的 那再派我们儿子出去这个 派老婆出去接电话 派儿子出去 这不在 第十四天 没有食物了 只有两罐食物 最后两罐食物 今天不吃了 再等一天 再派儿子出去 只要有食物跟水 我们跟军方联系 看能不能联系到军方 点一下收音机 第十五天 饥荒脱水饥饿 饥荒脱水饥饿 看一下啊 老婆好像不用喝水 老婆不用喝水 再给老婆吃一罐食物罐头吧 不然老婆就要死了 是时候选人去小镇废墟 寻找物资了 我们找我们的儿子去啊 让儿子去搜索一下物资 第十六天 口可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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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我的天 刚想起来 我们打算两个月内 去南方旅游 如果南方的目的地 还没有被炸毁 我们还是会去的 对吧 再过一天 第十七天 我们包就不用带出去了 带给我们包干嘛呀 对不对 脱水饥荒饥饿 脱水饥荒饥饿 我们一人吃一点 给老婆做一口水喝 一人吃一点 给老婆做一口水喝 我们最后一瓶食物罐头了 怎么办呢 最后一瓶食物罐头 谢谢小鱼纳尔送的 两组的礼貌吧 口可饥饿 口可饥饿 状态不好 我操该死 收音机居然爆炸了 我操 这怎么会爆炸呢 一位奸商背着脏兮兮的袋子 前来拜访 要跟我们做交易 但是不知道 袋子里面是什么东西 也不给我们看 要我们换一个食物罐头 我换你们 有最后一罐食物罐头了 我给你那我吃什么 那我吃屎啊 看看儿子 谢谢一天送的一台 挖掘其牛逼啊 谢谢一天 看儿子带回来什么 儿子带回来一瓶食物罐头 一瓶水 嗯 还不错吧 这个儿子还不错 脱水了 爸爸脱水了 女儿脱水了 明天我们再派一个人出水 我们在强道的废墟 发现有一只猫 猫要带回来养吗 猫就不带了吧 猫没什么用 有点意思 口渴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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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要派一个人出去 派我们这个爸爸出去吧 我们亲自出去吧 这帮废物这个完全带不得我啊 这个我就带一个 带一个公文包啊 再带一个手电筒 然后再带一把斧头 出门 哎 这样我们可以这个搜索到更多的物资啊 第二十一天 女儿这么胖够吃好久了 你不能这样啊 对不对 我操 这儿子要死了 儿子生病了 他怎么生病了 那这儿子生病了 就让儿子死掉算了 啊 反正他没有用了 对不对 已经活了二十一天了 那让他死吧 儿子也不要了 把他卖了 本来食物跟这个水源都不多 给我们的老婆跟女儿这个吃饱就可以了 老婆女儿 老婆 他女儿肚子比较饿 啊 不给他吃 等爸爸回来 我们再一起吃 儿子死了 疲劳口渴 饥饿 饥饿把儿子逼疯了 当他意识到我们无法为他提供水 他偷偷走了 再也没有回来 滚吧 废物 等我们的爸爸回来 第23天 23天 多洛丽丝 我去 怎么女儿又生病了 儿子生病应该跟女儿没有关系啊 坐在避难所里面 我们真没想到听到小号声 应该是不会吹小号的人吹的 他们要进来劫富济瓶 滚蛋 不开门 这个不能开门 我这么富 过来抢劫我怎么办啊 但是我们的爸爸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啊 垃圾桶变得很恶心 好消息是一看到他就没什么胃口了 一些巨大的绿色蟑螂 到时候再解决吧 先不解决了 让他们狗活一段时间吧 那就 两只绿色蟑螂 咦 呸 呸 突变蟑螂怎么这么大 比我女儿的脚丫子还要大 这蟑螂 脱水 老婆脱水来给老婆做一口水 26天 爸爸死了 爸爸怎么能死啊 我带了那么多物资出去了 口渴饥生病 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呢 奇怪了 再过一天 第27天 死是不可能死的 泰德出去很久了 却还没回来 担心他回不来了 卧槽 死了吗 我带了那么多物资 带了水枪什么的 饥饿 泼水 今天我们发现 其他幸存者给我们写了封信 他们没有恶意 要我们派一个代表跟他们见面 不见 带了一把斧头跟一把手电筒 完了 那让我们的妈妈出去吧 让妈妈出去这个卖一波骚 蟑螂似乎有组织 一开始有两只 现在已经 更多了 等会再对付他们了 不管他们 无所谓 第二十九天 说不定蟑螂多 这个 在派妈妈出手 出门 希望她能回来 希望她能回来 第三十天 现在只要照顾好我们的女儿就行了 口渴饥饿 等会再吃 哎地图没有修 卧槽 哎呀 地图没有修 第三十一天 我点快乐 饥饿脱水 饥饿脱水 哎呀 用书本把蟑螂拍死的 不然这蟑螂越来越多了 第三十二天 这女儿老 core 不变异啊 它不变异 胜利属于我们 蟑螂躺倒了 躺倒 躺倒之龙啊 第33天 等女儿快闭死的时候 我再给她用医疗包吧 现在我不想给她用医疗包 又来蟑螂了 第34天 卧槽又没有 蟑螂 我们决定往外面偷看了一会儿 看拐角处的商店倒闭了没有 听到黑暗中一阵咆哮声 我们必须当机立断 给我们女儿用个医疗包吧 这样的话最起码我们 把病治好 不然等会病死了 结束 这怎么死的 怎么结束的 看一下 两个陌生人 可能是土匪 搜查我们地面房子的废墟 我们听到他们说话 其中一个人提到了 抓到一个女人 把老婆给抓走了 我把我老婆给抓走了 我死在了外面 儿子饿死了 女儿一个人在家里 老婆又被别的男人给抓走了 我的天哪 这你妈全家死光光啊 卧槽你死了这多脚残啊 啊 我只是天哪 要求的时候 我承认吧 我承认了 负责 我承认了 我承认了 我承认了